我叫小安,我是从法国来的,在北京六年半,我在北京做家常菜。 我叫小妍,我是中国人,我是小安的爱人。 现在呢,我在帮助小安打理她这个欧洲家常菜的餐厅。 十二年前相识于英国,七年前,这对异国夫妻定居北京, 在益庄开了一家创意餐厅,由小安掌勺,专做接地气的家常菜。 腊肉,这个特别好,铁片花花,橱纹那个,这豆腐是我最喜欢的。 nice,在中国也是,就是里面老人,老头是不是来烤馒头吧,烤馒头, 然后来刷刷一件的那个吃豆腐,就这样吃的吧。 中西方食材看似千差万别,但在小安的眼中,有许多相似之处。 老北京人最喜爱的臭豆腐,就可以成为欧洲臭芝士的完美替代品。 经过改良,一道臭豆腐奶油溢面可以兴首年来。 嗯,是外面臭,但是里面不臭,里面奶香,你看,如果你真的怕臭,你可以把那个皮脱,OK? 这个你脱皮,你里面已经,里面已经没有那么厉害,还是有点臭。 嗯,我喜欢这个口味,大小的没关系,有的块儿糊一点,有的块儿生一点。 欧洲的那个,pancetta,lardon,法语叫lardon,这是最好的。 一点点我的油,我的奶油,sorry。 一碗,一百五,两百毫升大概的。 我们的臭豆腐,我现在拌一块,OK? 我不想那个皮,那个皮真的是很重的。 让臭豆腐与奶油酱汁充分融合,随后将煮的软硬适中的面条加入,收汁出锅。 一道中西合璧的臭豆腐奶油面就做好了。 你可以吃一个。 怎么样?没有达封。 这就是年纪元的味道。 什么?南方、北方。 南方、北方。味道大概,或者西方。 这玩意儿看北方的吧? 有一点是吧? 老腊肉、臭豆腐、肉皮丼,这些中国食材都被这个洋厨子巧妙地运用在了菜肴中, 成就了一道道创意美食。 除了和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食材,对于初到中国的小安来说,首先要学会的是如何与人交流。 别看如今中文说的六,刚来中国时,小安没少闹笑话。 因为中文的这个四个声调是非常难的,对于外国人来说,也闹过不少的笑话。 就比如说陈奕迅有一首歌,然后这个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你的背包。 然后就是我们去KTV唱了很多次这个歌了,然后小安终于有一天问我说,他为什么总在唱你的眉毛? 哦,乐事还是挺多的。 慢慢学吧。 在小安的理解中,中文里的接地气说的就是英文中的honest,就是诚实可靠的意思。 他说,店中九成的香料和大部分的蔬菜都是自己种出来的,是名副其实的接地气的食材。 新鲜的楼呢,新鲜的百里香,新鲜的蜜蜜香什么都没有。是因为需要那些,我们开始自己种的。 所以我们在那个店第一家店的那个楼上,在楼上在六层,我们种了很多很多的香草。 现在五年以后,新鲜的不会有百里香,蜜蜜蜜香什么都可以了。 谭吉来中国的初心,小安笑称,吃中国的美食让自己义无反顾的来到了这个国家。 这是第一次吃那个红烧肉。我记得还是伦敦的冬天,就吃那个红烧肉,特别开心。 或者吃那个叫什么,这个那个,酸糖肥牛的那个,啊,好吃了,辣,我从来没吃一个那么辣的一个,是吧,特别好吃,我喜欢酸,我喜欢中口味,是吧,我就吃了那个东西,然后辣死了,我就露米漆了,我就露鹽的。 但是我还是喝那个糖,你知道吗,那么好吃了,还是喝那个糖特别特别好吃。 如今,小安的餐厅生意日渐红火,她和妻子每天奔走在花园、餐厅和家之间。 她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,做出人们爱吃的菜肴。 然后,要读先生了解解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